中文字幕提供 亞新到現在為止,將近27年 應該是北京最老的球鞋店 我覺得我可能是中國最早收藏球鞋的愛好者之一 每個人收藏球鞋,它的目的應該是不太一樣 我更喜歡原年那種原汁原味的球鞋 而並不是說現在有一些復刻的球鞋 數量其實我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有去數過 我覺得應該超過1000雙吧 有一些鞋子到現在已經粉化了,已經碎掉了 但是它也是我收藏的一部分 80年代那會兒,一部美國的電影《霹靂舞》 我看到裡面的演員穿著一雙高幫的Nike的一雙球鞋 後來若干年以後,我才知道這雙鞋原來是一雙Air Jordan 1 當時那雙鞋一百零幾塊 把家裡的一些東西賣掉 把這個糧票賣掉 我就賣掉15斤,換成錢 然後把這個鞋子買回來 從90年代中央電視台轉播或者錄播 NBA的錄像已經開始轉Jordan比賽了 記得當時04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Jordan藏品的一個展覽 當年也是有幸見到了Jordan 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說選擇我去收藏一到二十九代千名球鞋 後來慢慢發現我的鞋子快湊齊一整套了 那雙Air Force 1 實際上是點燃中國球鞋文化的一個開始 這雙鞋就是1982年生產的第一雙鞋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沒有這個鞋的年齡大 我們看到這雙就是復刻的Air Force 1 2016年的款式 很多這種稀罕文化,這些歌手 一雙純白的Air Force 1 是他們一個非常必備的一雙鞋 這個噴泡是天津人,把這個名字給簡化了 這雙噴1997年出現了 發售價1800塊錢 1800塊錢當時能在北京的二環路邊上 能買一瓶米房子 有這個鉤子的就叫泡 之前我們看到更多的花哨的顏色 我覺得這雙鞋用黑白配色 更加的反普歸真 其實那會每天都有一些鞋迷 或者球迷來壓心 這幫學生就是我記得最遠的 真的騎兩個小時自行車到店裡來 來看看鞋,聊會天 這雙是96年的Afton Bowl 在當年非常酷的鞋 小孩子真的是要花很大的代價去買這雙鞋 我們看今年Nike又要推出三款 我覺得是給這些老的鞋迷們一個情節 包括到現在為止 我每天還堅持來店裡 親手賣給消費者一雙鞋子 我還是有一種興奮感 我們店開到現在將近30年 一直在不斷地嘗試一些新的活動 今年年底就是我們會租用一個非常牛的一個西裝店 然後來賣這雙Air Jordan的直流帶 這雙鞋前面有一個漆皮的鞋頭 顧客會穿著西裝革履,打著領帶去購買這雙球鞋 我相信那個感覺是非常酷的 春節不關門的傳統是很早形成的 你想90年代,這些人終於拿到鴨碎錢 如果我們關門了,他們就買不到 他們會很失望 有些人可能就是原來都叫郭叔 然後他們長大了,然後現在叫郭哥 很多的傑迷可能出國了,移民了 當他們回到北京的時候 我們東四這條街沒有變 他們還能記得小時候的味道 騎兩個小時自行車到亞新來看鞋的那種感覺